JUDY 1995. 王监明 翻译时代 知道王陽明正在讲学 宗弟子都着急了 打了那打样啦 因为宗弟子知道 如果宁王赢了 就咱们全都得死 但是王监明就坐在台上 如如不动讲课 讲新学了 这种弟子着急坏了 这个时候终于看到他的副讲 从前线回来了知道吧 然后来到台上 在外面耳朵旁边讲了两句 种弟子更着急了 以为老师会跟我们讲到底赢了还是输了 没有继续讲课 种弟子实在受不了 老师到底啥情况啊 名字说此事不练 等待何时啊 你们跟我学新学 学新学的最过境界是什么 就是新叔叔不动嘛 泰山奔鱼前面不改色 修的不是装的 是新的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宁王如果真的赢了 打过来你们投降 一个人都不会死 我必死啊 照去查呢 这叫高手 这叫高手 这叫真真正正的高手 不开玩笑啊 朋友们 怎么样才能做到如如不动 如果你能做到如如不动 你才发现活着真有意思 那怎么才能做到如如不动 你们觉得 怎么做到如如不动 对了嘛 这是高手 后来当下咱们用一个词来表示 来 再写两个字 没两字啊 写 灵在 第一个词 目的 你的目的就是来学习的 把这个给定好 来 第二个字 灵在 什么是灵在 灵在就是从头脑里面出来 进入哪里 进入心啊 我们大脑 不是我们人生的主宰 朋友们 记住 心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啊 精卵结合 我们人体产生的第一个细胞 产生的第一个器官 是什么 是心脏 人体只有一个器官 永远不会坏 就是心脏 脑死亡不叫死亡 最多叫植物人 但是当你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 医学判定这个人已经啊 死了 所以心才是我们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中央器官 而不是脑 脑只是我们的工具 帮我们处理事的 但是非常悲哀的是 我们今天沦落成了工具的工具 古人重心 惊人重脑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古人活得很开心呢 你看他李白 一辈子工作都找不到 他开心成那样 你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啊 你看汤泡虎 你看 多开心 都落榜了 都下了大狱了 还开心呢 你看 因为他活在心 他怎么能不喜悦呢 因为心里只有喜悦啊 我们今天的人活在哪儿 你是有钱了 结果呢 开心吗 痛苦啊 无比的痛苦空虚啊 我们今天物质这么丰盛 但是今天我们活得不开心 在五十年前 我们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哪听说过父母骂孩子两句 孩子就自杀了 当我们吃不饱饭的时候 我们满脑子想的是什么 他妈下堆饭在哪儿 去挖个野菜 绝个素皮 只要能吃饱就行 所以当物质极度丰盛 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内心极度匮乏 在这个时候 在座的各位 我问你一个问题 是父母的请举手 不担心吗 你也有孩子 你有关注过他的心灵成长吗 你不要说关注孩子的心理了 你连你自己的心都没有关注过 你怎么可能去关注你的孩子呢 为什么今天的人过得这么痛苦啊 因为全活在脑袋里面嘛 脑袋里面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未来 过去全都是痛苦 未来全都是恐惧 只要你回到头脑里面 你想的是什么 哎呀 我工资怎么办呢 工资今个月发不出去了 哎呀 我这将来 我的企业破产的怎么办啊 要不就是在想过去 要不就是在想未来 哎呀 我老公 昨天晚上我来上课 不让我上课 又把我打了一顿他妈的 太过分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看 那不全都是过去和未来嘛 你现在在哪儿 你现在在当下呀 怎么总是回到过头脑里呢 哎 我们从头脑里走出来好不好 回到我们的心 回到当下 过去已经过去 永远回不去 未来永远都不会来 你的人生只有一个地方 可以待的就是当下 进入当下 我们把这种 这种动作叫做临在 怎么临在呢 首先你要找到一个 处于当下的事物 举个例子啊 你们这个凳子是不是在当下的啊 那你坐在这里 享受这个凳子 拖着你的身体很舒服 哎 你可以跟凳子一起临在 比如说周老师 是不是在当下的啊 你看着我的眼睛 跟我一起临在 比如说我们这首音乐 是不是在当下的啊 我们听这首音乐 跟这首音乐一起临在 当你真正临在的时候 你的头脑是寂静的 请问当你临在的那一秒 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 啊 是什么 享受 哇 他说 我临在的那一秒 我发现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享受 哎 这个是高手 这是高手啊 啊 那我问你们 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啊 啊 还学习呢 还学习呢 说学习的那个肯定没有进入灵带 还学习啥呀 灵带就可以了 还学习啥啊 我讲目的是为了让你忘掉目的 你人生之所以痛苦 因为你总有一个目的地 只要你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地 你就怎么样 你就痛苦 你就难受 我要赚一百万 我没有赚到就很痛苦 这个女人必须要爱我 她不爱我就很痛苦 我的孩子一定要听话 她不听话你就会痛苦 哎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请问什么时候人就没有痛苦了呢 没有目的地的时候 人生就是一场旅程 要啥目的呀 如果你说人生真的有个目的的话 那人生的目的就是去殡仪馆 谢谢啊 告诉我是不是 人来到这儿到最后就是死 就是死亡 你说人生有啥目的 没有目的 如果非要做目的的话 其实就是一场体验 人生就是一场旅程 就是一场体验 有两个人在旅游 有一个人呢 他总是追求目的 呀 导游你怎么还没到啊 到去那个景点 怎么还没到啊 呀 怎么还没到啊 到这个景点了 哎 赶快去下一个景点 赶快去下一个景点 哎 这个人这个旅游 他会开心吗 还有一个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 导游会带他去哪 他就在车上享受 在车上他就享受车 享受沿途的风景 到了景点看瀑布 他就享受瀑布跟瀑布临在 一会儿又到了下一个景点 到山上 他就看山 与山一起临在 反正就是他没有目的 哎 告诉我 哪个旅游捋得好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啊 什么是人生啊 从生到死 生死之间的过程叫人生 那你想拥有一个 什么样的人生 你只需要给自己 设计什么样的体验 就可以了吗 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